好 天气消息来看到今年的第11号台风 轩兰诺30号的下午是增强为强烈台风 中央气象局表示 目前台风侵台的几率很低 但是周三晚上开始 到周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天气转为不稳定 怀疑周三晚间雨势会逐渐的增强 一直要到周日雨势才会缓和 也呼吁民众要攜带雨具 要留意台风动向 炎热暑假结束即将迎接大雨 中央气象局表示 31日白天多云倒晴 但晚上开始受到今年第11号 强台轩兰诺外围环流影响 东北部天气转趋不稳定 未来9月1日到3日 都会是被外围环流影响最明显时候 雨势将在2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大概会在 它靠近我们 切到我们领海的时候发海上 不过这个海上的情形 大概会比较靠近北部海面 比较不像像会影响到我们花莲的海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台风是一个强烈台风 目前它的环流也蛮大的 所以整个东部的浪都蛮高的 就算台风远离以后 我们还是会有长浪的影响 浪高也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天的台湾的天气 其实不是很稳定 然后海面的浪也是很大 所以民众也不要再享受去海边观浪 今天晚上开始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比较多 因为水气就慢慢进来了 然后影响大概会到4号的白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 今天白天天气还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还是蛮高温严热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高温还在33度 然后白天的天气大概是一个比较晴暖的 晚上大概云就比较多 然后局部地方有一些局部地方 受到水气的影响 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 雷震雨或是震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从1号、2号、3号、4号白天上半天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花莲这地方 大概就会受到一些下雨的影响 一整天都有 不局限于午后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天的雨可能有时候 断断续续的一直下 有些局部地方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 一点雨势 所以到4号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天气大概就比较趋于午后雷震雨的一个情形 温度又开始比较高了 到温度大概也是32度 目前墙台轩蓝落结构扎实 预估2日3日位于琉球附近 最接近台湾 虽然青台几率低 不过外围环流影响 华联地区留意局部大雨 沿海活动留意长浪 预计到周日雨势才会趋缓 还请安排出游民众 攜带雨具留意台风动向 记者长方业华联士报导 感谢大家 帮助 谢谢大家